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 摘 劈 拖 配合左手的戳 柱 银 毛等 双手相互协调 才能走出和谐之音 琴的传承 不仅仅局限于执法弹奏 更需要多方位的综合修炼 人之仪态与内心互为因果 因心宁而荣安 因仪容而心宽 操弹古琴 讲究仪态与内心的协调 琴是心意的外在体现 专注于琴曲时 表达的更多是自身对外界的感悟 琴人与琴共敬而行 一种新的境界随之而来 思于内 源于琴 达于外 古琴艺术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表达着华夏儿女对美好事物的赞颂与追求 是传统高雅艺术的典型代表 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琴的真意 便靠着历代琴人不约而同的领会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代代传承于心 表达于情 而又作用于外